农业部有发声明 就说鸡蛋进口食鸡的证据在这里 因为这家超司最为人诟病的 就是说他有进口鸡蛋的实际的业绩吗 农业部秀出了这一张 房检署的输入动物检疫证明书 来说明这个公司超司 在去年11月就14号 就曾从日本进口鸡蛋到台湾 所以这边就是鸡蛋进口食鸡 这个锦衣专进口必须要有鸡蛋的实际业绩 所以超司有啊 清清楚楚啊 就是从这边产地日本 从日本进口来的 那这个部分呢 这个是农业部的说明 而另外一部分我们看到 其实问题重重 包括呢 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说了一个谎 就要用更多的谎来源 这是专业的这个农业粉砖 10月5号 那这个不要说这每一个人看到都会想说 天哪 这个进口鸡蛋会有超过4个月的保存期吗 你一个月你说怎么你有冷链冷藏系统 你保存一个月了不起了 保存了4个月吗 这个会不会太奇怪了 所以换句话说我请教董哥 一定有一个是在说谎 你要嘛就是这个制造日期在说谎 你要嘛就是呢 你说不是来自情流感疫区的事在说谎 这整个兜不起来啊 的确是啊 我觉得因为农业部被打到满头包 然后他们发现事态也不对 所以部长才会自己出来讲 讲到哽咽 讲到怎么样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但对老百姓来讲 他的那个愤怒是很直接的 就说买又买不到 那到了现在通膨这么严重 然后蛋价又 因为我们过去一颗蛋就两到三块而已嘛 那你现在变成 蛋价也回不去 对很多人来讲就 那种愤怒就可以感受到 那这家公司他最离谱的是 他在停业期间 政府还跟他签约 就等于说把他叫回来 那让大家觉得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所以民进党的政府才会一再的 去做出很多解释 那这些解释就很多让人家就没办法接受了 就是说你怎么会去 让一家这样只有50万资本额的人 然后给他补贴1亿7500万 这个就是那种肉差太大了 那你今天看到这个情况也一样 因为每个人对蛋基本都有一些概念嘛 你蛋从市场买回来可以保存多久 那巴西那时候也知道他是一个勤留感的地方 就像洪梦凯所捡取的 那你连他的产地你都没有你就可以给钱 因为依照他的合约 因为那几天大家在谈论合约都觉得很不寻常 合约怎么可以这样 我只要拿到他们对方公司的那些单据 我就可以来请款 蛋都还没出 从巴西出口我就可以跟你请款 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这个就那时候整个合约所呈现了 那时候被讨论很多 那现在大家都有一些尝试 蛋可以保存多久 四个月怎么保存啊 是不是你去市场买蛋回来 你四个月以后你还敢吃吗 就是老实讲 就是说大家都有一个这样的概念 那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明显 我觉得他的标签是有问题 要不然这买回去一打下去 你这蛋但是好是坏 要不然就不是5月30号装传的 是要不然就不是装传 是那这个标签就有问题啊 这个他绝对是这样 因为这个蛋最后总是要被 下到钩子里面 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的蛋了嘛 大家不一定家庭主户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说他们现在是 用一个谎要演很多谎 结果每一个漏洞都补 就补不出来了 那这就是我们超市要继续去 追究的地方 你不能因为说有一个基态 然后我们就不要再来追究这里 这个问题他才比较大 就是我刚刚前面所讲的概念 民进党借着国难 他们大发国难财 不管是利人 又不管是疫情 然后碰到这个蛋的情况 他们越是国难的时候 他们借机去发财去赚钱 去掏空国库 然后还可以装出衣服很神圣的 在国家最为难的时候 你看我们都被大家批评成这样 我们都要去做好 他们就表现出这样 所以很多人可以表现出他很哽咽 做了多少牺牲 然后用很多的说法 去满足他们自己的支持者 但是你只要正常人心知肚明 这些人都在搞鬼 对 因为你看到 超市巴西进口鸡蛋 再爆放水争议 就我们刚刚提到的 农院布称最晚5月30号装船 竟然还在架上卖 而且保存期限是10月5号 林北好游就说这些进口鸡蛋 有超过4个月的保存期吗 人家明明说维持冷藏的情况 可以110天 但台湾又没有维持冷藏 而且经过洗血没有办法保存的 所以专家说这种蛋你还说可以放一个月 谁买到谁倒霉 所以这也难怪之前侯孟凯委员 他说一直跟食药鼠拿 到底蛋元是来自哪两个畜牧场 食药鼠不给啊 他说食药鼠根本不知道巴西基蛋重合生产 那怎么能够挂布警 说过去28天是没有禽流感 那现在呢 动植物防检署也是秀出了这个样张 就是巴西动物检疫证明书的样张 里面提到巴西蛋品的检疫系统 检疫这个检疫证 经过台湾和巴西政府官方议定文件 里面包括了这批蛋品的来源厂 还有设施 目前这批蛋品输出前28天之内的来源厂 没有发生禽流感等疫情 所以换句话说 进口蛋品的来源厂 均可以回溯 防检署皆有把关 这个还是没告诉我们啊 对啊 还是没有说这个畜牧场是哪里啊 而且说有把关有把关给的 不就是样张而已吗 就是巴西那边有个人盖章 他就完全接受 是 我记得以前我们对这种生鲜食品 不是都要去查场吗 对 正常不是要做这件事吗 其实之前那时候他们一直要进莱猪的时候 当初我们就要去查场 记不记得陈志宗那时候跟我们讲什么 说疫情 疫情的关系 因为疫情关系没有办法查对不对 请问一下 现在疫情都结束了有人去查场了吗 没有 至少目前看起来是没有 我从来没听卫福部提过这件事 就是不查了嘛 不就是这样 然后现在鸡蛋也是一样嘛 就是一个很可能会带来情流感 很可能会让国内的养鸡业直接 全部阵亡的一个东西 结果你们就是巴西那边开始证明说OK 然后你们就OK了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事实上现在农业部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在告诉我们说这是巴西政府挂保证 那意思就是万一出问题叫巴西政府负责 是吗 那巴西政府会负责吗 巴西政府当然是我都卖出去了 你要负责你自己负责 不就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超级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然后今天被我们逼了好死不死 公布了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也不过就是大家自己去看 那也不过是7680箱 那也没有多少 那就一点点跟他8800多万颗 那个差距多大 而且我也一直觉得很奇怪就是 为什么这种大批从国外进口会有人算颗的 我也觉得蛮奇怪 这也是一直我不太理解的事情 这种不是通常都是用重量或是用箱去计算 很少有人会去用颗去计算 因为大家如果去仔细注意的话 他去用颗来算的话 那个单价就可以天差地元 为什么 因为产地那边我从来没有看过产地有人是用颗在算 大家都是用重量 重量在算 因为蛋的大小颗差很多啊 所以你用颗来算的话 如果你比如说一颗 一颗蛋不要多啊 差个五颗 你像看8000多万颗就差多少 所以我觉得整个交易过程就是让我们觉得这中间的奇怪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那我们所谓的有时机就是只要曾经经过一次就叫有时机了 他秀出来的证据是这样 对啊 那我觉得正常来说我们所谓的有时机应该是在业界应该是已经经营过一段时间 然后你有好几批的交易记录 你只有一次而且量差距这么大也叫做有时机吗 我真的很怀疑更何况他还隐匿了部分的序号 所以你还不好去查他这文件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讲三话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就不懂如果农业部真的行得证做得稳 而且一切都是在为大家完全没有任何徒利的行为的话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所有的证据直接摊开来就好了 这样就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我觉得更奇怪的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是农业部在公布 这不是应该中央续产会的公布 因为签约的是续产会不是吗 所以应该是中央续产会出来说明中央续产会公布啊 为什么是农业部抢责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真正签约的中央续产会躲在后面 我不懂这中间到底是什么神操作 是因为林冲贤过去查老长官吗 是因为这样吗 我不知道啊 所以这整个老实讲我只能说 陈吉仲像现在这样挤牙膏是一次弄一点一次弄一点 你不但没有办法让大家幸福 反而是疑惑越来越多 我觉得陈吉仲 如果你真的 说真的我也知道你口才很烂 因为你自己开记者会 你自己讲的都跟那个合约书上写的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你在开什么诡计者会 所以很简单 农业部如果真的有心想要让社会大众明了 就把所有 比如说超市这家公司从去年9月成立到现在 他到底经过多少匹带 是从日本来的还是巴西来的还是哪里来的 就是这些全部的来源全部都弄好 然后一次把资料全部摊开来 然后这次签的合约到底是怎么签的 然后请注意超市签的约跟其他家的约是不是一样 因为既然超市是这样签 那理论上来讲大家条件一样嘛 应该每一家都一样 你把每一家的合约都摊出来看 然后中央续展会出来解释啊 中央续展会自己签约他应该最清楚发生什么事啊 全部都自己出来解释啊 那把所有东西都摊在阳光价接受检验 大家就没有什么好再疑问 你也不用怕记者追林跑 对不对 而且我看他每次挡的不是中式就是中天的记者 对 他一样麦的是中式的记者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想解释清楚 你就好好的一次说明 那不要这样子东闪西闪 然后被逼得不行的这样丢一点出来 丢一点出来 你这样只会让自己的资料全部破产而已 昨天我们才在讲 在节目上讲说5月30号装船 因为他说不会有情流感的问题 但是在架上前几天还看到 制造日期9月5号 保存期限10月5号 所以我昨天在节目上就问了 说有可能吗 鸡蛋能够保存4个月吗 结果没想到一下节目 就回答我了好不好 昨天不就回答我了 说可能噴这个噴辣就可以 噴辣 涂食用辣就没问题 刚刚波基讲的像手机包膜一样 好 那在网友整个炸锅 就是我OK啊 你先吃 好 结果好了 就在今天台农蛋品发声明了 说所有进口鸡蛋都会 因食药署相关规定办理 这次因为台农每日息选量极大 加上批次比较多 导致了这一批巴西鸡蛋 物标孝齐 以主动全面回收下架 绝对不会流入市面 好 那这是台农蛋品负责人说 虽然席选但标示孝齐一个月 但会对消费者负责 在这一个月内一颗鸡蛋坏了 也不能也会包换 这是对消费者的保障 我觉得等一下 所以他说是孝齐 物标孝齐 所以不是保存 保存期间不是10月5号吗 请问我先补充一下 图案材大家有没有觉得很耳熟 上个礼拜出面挺超私的就是他 对 就是他 什么养鸡大王图案材 就是他 你看为什么他要挺超私 是 他买了超私的蛋来卖给民众嘛 没错 对 就是一伙的 一伙的 你看就抓到了 对 一看到这个名字 难怪他要挺 对 就共犯结构 对 出来了很清楚 而且我 我现在已经搞混了 他说孝齐有标错 孝齐那就不是10月5号了 那不是10月5号 那如果席选单孝齐一个月 那就是制造日期 因为反正制造日期是9月5号 所以是制造日期有误吗 所以现在我搞得很乱了啦 反正他们现在就出来讲 就说反正就是有问题啦 就是这样下架了 大家要闭嘴啊 是这样吗委员 我觉得超私这件事情 大家已经讨论了超过一个礼拜 那这个陈吉仲部长呢 他最近的表现就是有那个body gum 就是旁边会有这个农业部的同仁 突然之间变成了保镖的角色 就是站在旁边帮忙护驾 那他从一开始都一直说 这件事情他就是被抹黑啦 那他一定会说清楚 他说清楚了一个星期 大家都还听不清楚 然后他还要到处躲着大家 我刚刚大家讲 我光讲这个农业部这个陈吉仲部长 他讲的这个疑点里面 有一点就是说 他说这个货款是超私先垫付的 但是大家如果仔细去看他所公布的合约 上面先写的叫做贷收转付 光这件事情陈吉仲部长 我觉得你就应该要说清楚 为什么你的付款方式 你所说出来的付款方式 跟你在合约上面是不相同的 这个你是需要去做解释的 第二件事情到现在 你没有公布超私跟这一个巴西的 这个相关的一个进口的一个合约 你公布的是续产会跟超私之间的合约 你不要想要蒙混过关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大家在追的是你超私跟巴西这边 所签的相关的合约 这个相关的一个价钱 到现在你报价单也不敢拿出来给大家看 今天还爆出来这个 说他什么日期标错 我觉得这是荒谬至极 所以今天早上民众党团又再次开了一个记者会 我们简单要求一件事情就好 发生事情到现在 请问台湾还有行政院长吗 好像从头到尾没有看到 陈建仁院长出现 没有看到他讲一句话 我们不要要求赖清德讲话 我们最少陈建仁这是 农业不是他管的吧 他监管的嘛 到现在他没有讲过一句话 所以明天的党团协商 开议的党团协商 民众党团就会提出来 在这个开议之前 最主要要做的事情 就是请陈建仁院长要针对这次的进口蛋的事情 要做一个专案报告 来跟全国的人民做一个详细的报告 到时候农业部陈集中部长 你不要又变成李优备啊 就是说你都有说清楚了 不要再抹黑你 明明白白把相关的合约报价单拿出来给全民看 来让大家觉得你真的是 没有你是真的被 像你所说的是被抹黑的 对因为真的是什么越解密 密越多好不好 然后越讲越不清楚 包括了这个前农委会主委陈宝基也讲 装船前在巴西存放多久 其实是不晓得 经过海运40天进入台湾之后 保存席选在和台湾新线的蛋一样 存放四周 有什么科学证据证明是好的蛋 政府没有告诉消费者证券讯息 也没有检验市售进口蛋的品质 食安把关到底在哪里 还有农业经营选者李伍中说 你说喷蜡固然可以拉长保存期限 但一喷就能放四个礼拜吗 传续时间半年也是一样吗 喷这个蜡就没问题吗 该出来解释的是续产会董长林冲贤 进蛋验收收款都是续产会 为什么都是农业部出来解释 从鸡蛋到高丽菜 农业不过去唯一的招数就是补助撒钱 现在多了缺蛋缺菜就进口 仿佛成了农业进口部 好那我这边还是先请教一下老师 那现在反正就说这一批 他说是物标这个孝齐的巴西鸡蛋下架 下架之后后来发现被销出来 还有3700万颗的巴西鸡蛋是库存 要全面销毁了 我先讲陈宝贤他是有资格的 有资格啊 因为他是就是养鸡养鸭的参加 他绝对是比成绩重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目前看到林冲贤 林冲贤就是农委会下台 你知道就是那个地方就是下台的农委会主委在做的吗 那我觉得他是大概就是一个白手套而已 来讲啦 OK就是听命于部长 那那还有一个单位都没有讲话的 就是农业银行啊 农业银行农事长是谁 他们都是一挂的啦 OK所以我们现在是蛋是到底能不能吃 这是健康的部分 这已经到了后影响的部分 那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那还是讲不清楚50万对不对 他是白手套还是买空卖空还是谁 那到最后是是陈其中自己的 还是到底是小英他们的派系还是 这好像跟新潮流没有关系嘛 对不对 已经纠缠不清了 我们只能讲说这次就是发国难财 如果他这我还是一直要提 因为农委会到目前为止就是说 因为他创造了60亿的价值 所以呢我们花了差不多6.7亿是发得来的 然后那个人处理会是1.7亿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问题是说那60亿本来就不应该花这个钱的啊 我们说但这个事情已经是至少有两年吧 那我们知道你面对问题是短期中期长期 4年他已经上台快7年多了对不对 那至少是中期的你都还没办法处理 我那笔钱我如果拿给我们蛋商或是生产的 做他的所谓的冷链或者是生产的等等那些东西是可以 为什么不给他们 然后接着就是说要来压低蛋价格的时候 这中间里面价差就放在无鬼搬运里面呢 他完全没有创造他是无能 那是不是这样子以后我们把事情闹得越大 那个伤口越大对你知道这个就是典型的补锅法 一个是巨鉴嘛一个补锅法那本来是一个小小锅而已 对不对我把它锅子打到更大一点点 我赚的那个甜头更多那表示说 我们这个政府就是不想处理这个问题 然后闹大了以后呢 我可以国库通他的党库了 最后有点时间搏击 因为这个从前端到后端从产地到餐桌都有很大的问题 我在这边讲整个在野党比不过一个临北好油 所有整个蛋的一系列的问题都是临北好油爆出来 然后农业部一个一个证实有这些问题 每一个问题都是超市怎么来的 然后呢这个蛋的保存期限 所以我第一个就是在野党请加强监督的能力 真的尤其在这种农业议题太容易被这些假专业糊隆 你看你看哇靠上礼拜那个图案才说 哎呀你们外行人不懂啦超市这个很有名啦 在我们蛋街大家都知道 他知道啊因为他买他进了很多巴西进口鸡蛋啊 就今天哦出包了哦我们要来回收 原来在都在欺骗我们 他们都在同一个利益的这个结构链里面 农业部昨天发的新闻稿今天要不要道歉 对 陈吉仲部长农业部的所有官员通通给我道歉 并且说清楚了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颗巴西鸡蛋还在库存 该怎么处理我觉得这要赶快把它说清楚流向到哪边 这都要请在野党立委好好监督 继续来讨论这些坏蛋这些坏蛋重点是刚才卫也讲了 有很多的蛋现在流向不明 希望他在陈吉仲家啦 因为你们那个那个新衣姐不是已经帮他列好菜单了吗 早上是巴西蛋饼嘛然后蛋炒饭嘛然后蛋挖汤嘛 反正在陈吉仲你最好每天直播吃蛋给我们看 结果他是吃还是不是奶袋素的素菜 所以他直接开关开箱给我们看 从头开到我们欢迎你我们中天帮你做直播 欢迎你来加入啦 然后呢但其实我们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食安的问题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高雄市政府是说这个很 很严重所以我先开发你30万 但实际的作为是什么不知道 因为小老百姓还是会买到有可能买到这个蛋 台北市现在的做法是说 台北市今天这边有写吗 对没有台北市说国中小的营养午餐的蛋 现在要全部采用国产蛋了 但是这件事就很好 就是实际面去做让家长安心嘛 高雄市也应该跟进啊 对刚好是罚30万 那你这个事情也是 其实全台湾都应该要这样做 到时候是不是国产蛋又不够 但至少台北市先做了这件事情 让家长安心下来 但是重点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在这之前如果不小心有误用到 就是巴西蛋的不晓得 还好之前放暑假 可是暑假也有那个初期班 这样你知道家长真的是头很痛 而且你要知道说 我们如果是看到蛋的全颗蛋的话 我还可以去判断说 它到底好或不好 可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食品 它其实蛋是原料 OK 蛋糕也是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糕饼 其实也是如此 然后再加上比如说什么 这种美乃滋 酱料 对 所以很多的美乃滋这些 相关的这些酱 其实它也都是 蛋其实是它的原料 所以我其实真的很担心 就是说可以从全领下架没有关系 但是问题是它去向 其实也是让我们很忧心 因为你不太可能依赖农业部来帮我们把关 刚刚我们提到说 这个图案材料它实在是太愤怒了 所以短短的一个影片就戳破了农业部四个谎言 可是农业部说谎这件事情面不改色 已经是从上到下都是如此了 刚刚其实这个采薇有提到了其中的一个部分 就是到底那个蛋 按照农业部的说法说 因为它表层涂辣了 对 所以呢把它的那一个气孔都堵住了之后呢 就不用担心细菌进去 所以保存期限就可以拉长 所以可以延长到四个月 坦白说那个四个月是怎么出来的 这也是一个问号 因为你如果仔细去看 农业部他们自己的网站的话 是说涂完辣了之后是保存是三个月 90天 然后这边突然之间又变成四个月120天 反正都是由他说 好 就算是如此 就算是如此 你知道因为这里面其实卫生单位 就包括了高雄市卫生局 还有包括了这个卫福部的食药署 他们其实呢都感受到压力 因为就是有民众买到了蛋之后 就直接告诉说 对不起啊 这哪里有叫做涂辣 因为有涂辣跟没涂辣差别很大 对不对 所以不是图案才说 有的有涂有的没涂辣 不是只有涂案才这样说 是食药署都跳出来说 他们所市面上击查的结果 确实是有的有涂有的没涂 那请问一下没有涂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是怎么让他放行 可以保存120天的 因为那问题就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呢 农业部是有回应这件事的哦 昨天联合报纸 特别问农业部这件事情 就农业部的回应是说 我们也是问进口厂商的 那我就要问农业部 是你什么都听厂商的 你为什么不让厂商 自己出来面对呢 到现在超私淡品 为什么不能出来面对呢 都是农业部来当发言人 然后那农业部现在说谎都 我知道我现在才终于了解 什么叫做说谎不用打草稿 就农业部说谎 真的都不打草稿的 而且是太容易被抓包了 拎北好油的抓包 这个是很经典的 就是说农业部说 但就到此为止了 反正已经没了 已经没了 就最多到9月24号 就最后这一批呢 是5月底进口的 那按120天来算的话呢 最后的一个到期日 就是9月24号 那拎北好油 我跟你讲 因为他真的是专业啊 你知道调资料 真的没有那么难 因为是Internet的世界 因为现在翻译 你知道Google就直接可以 当场网页就翻译了 可以告诉你用什么语言 你知道我现在 我现在在查资料的时候呢 只要碰到这种 非英语非中文的时候 只要用一个翻译 就日文翻译过来也很容易 韩文翻译过来也非常的容易 当然这就是你可以用那个翻译器 好OK 巴西是有明确的告诉你说 我什么东西 然后出口到哪里 对 然后多少钱 然后6月 它有一千多公顿的鸡蛋 然后运输到台湾 对 6月 农业部说到5月底 然后可是那边 6月还有出口 请问一下农业部 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可笑的谎言 可是这些谎言都奠基在 两个基础上 第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 不把台湾人民的生命当生命 就对于践踏生命 跟践踏健康这件事情 觉得理所当然 他才敢这么做嘛 对啊理所当然 那食药署跟卫生局 为什么害怕 因为想说 这又跟我的决策无关 到时候万一 谁来调查我们 然后我们跟着你配合演出 他们是有法律责任的 我就不知道农业部 是什么样吃了雄心抱子 觉得他们没有法律责任 敢这样信口开河的说谎 但直接也在第二个问题上面 他那个问题就在于说 因为他觉得说 反正在野党选不上 反正赖金德才选不上 反正这些资料 我们可以封存30年 然后反正司法院 反正司法部门 地检署是我们的人 不会来查我们 监察院也不会来调查我们 所以不用担心就 说谎跟喝水一样容易 所以我这边就必须要说 我们希望 蓝白能够整合这件事情 你要知道如果蓝白整合了 只要能够威胁得到赖金德 没有公务员敢配合成急众说谎 因为都有法律责任 我觉得到时候可能 通通都有法律责任 整个农业部下面 很多公务员通通都会跟这个 董事长一样通通跳出来说 没有 是部长叫我讲的 从那个市长开始 然后呢 这一批所有的 还有农业部 序牧师 副师长 李怡迁 每一个人的名字 都要记得很清楚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 只要有机会 我们都要去算他的法律责任 这个但重点是 陈妮是下架民进党 很像那时候买疫苗 也是你谋财就算 你不要害命嘛 就是这样 对 我宾哥 因为你刚刚说 盧秀卫市长去要嘛 要因为我们要知道流向嘛 对不对 但是中央他说 为什么这么保密啊 所以他呼吁农委会提供 进口单分配跟去向 请地方也能够完全掌握 保护人民食安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有回应 他说跟农业部查证的结果是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承办人员 打电话到中央续产会 以电话方式要求提供资料 续产会的人员答应 这个答复请对方要以书面公文来调阅 才会造成误会 误会啦 误会是吧 那很简单啊 那现在 因为卢秀燕今天已经讲了 你们不给是吧 我们现在串联国民党执政的 这些地方县市政府 我们自己查 因为很多东西 就是各地方县 比如说这一家的 可能这间公司的厂区 刚好就在某一个县市 大家就可以彼此互相调资料去查 那现在中央说愿意给是吧 书面就好是吧 那卢市长立刻下公文啊 看他什么时候来啊 不容易 我告诉你不会来的啦 就是不给啦 他就是不想给啦 因为这个一给事情会越来越大条 我老实说 光是这个蛋是什么时候伸出来的 然后他什么时候运到巴西尔港口 什么时候再坐船 什么时候再到台湾的仓储 什么时候再到吸犬蛋 最后到市面上 你这中间忽冷忽热 已经冰火五重天了 你知道 然后呢 蛋又坏了 对啊 这个蛋的保存效期 真的能够那么长吗 全世界有这么神奇的蛋吗 我一直在讲这箭达出奇蛋 这实在是太神奇了吧 然后讲如果有这么高明的技术 可以让它忽冷忽热忽热忽热 然后那个蛋还保持不坏 他就说喷辣嘛 喷辣有这么好用哦 我那天晚上就在民众资深讲的 在民众资深讲的 你喷辣这么好 蔡英文每天喷辣 我看你会不会长生不老 所以 这根本就是鬼扯的事情嘛 喷辣这么有效 那为什么以前都不喷辣 对哦 以前都没听说 对啊 谁不想蛋可以卖久一点啊 对不对 以前蛋如果自销的话 你怎么没听到厂商说我现在喷辣 再卖它两年 对 从来没听说过 所以这根本就是鬼扯 喷辣是确实可以延长它的 时间没有错 不可能延长那么久 而且温度的变化你什么 你光喷辣有什么用啊 那个喷辣你为钢铁人啊 什么东西全部搞定 里头是微电脑分析是吧 所以不要再跟我讲这些 根本违反科学常识的东西啊 我跟你讲 现在只要生产日期一出来 真正的生产日期 我不是说在巴西出港的日期 因为到现在为止 我们只有出港日期 根本没有生产日期 只要生产日期出来 我告诉你 你会发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这些蛋全部都超过100天以上 然后你知不知道 9月6号的时候 为农业部人自己讲 农业部的次长自己讲 他说巴西一般规定是90天 然后他当时怎么讲你知道 他说因为运来45天 然后呢在台湾有45天的计划期 你知不知道这批蛋光是在中央续产柜 就已经停了一个多月 他停了一个多月之后才送到台农啊 或者是其他地方去席选哦 等于是怎样 台农拿到蛋的时候 这批蛋已经过期了 对 你知道吗 对 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那流到市面上早就过期 不知道多久了又 所以我们已经不知道多少人吃下肚球去了 所以现在我 所以现在追流向不过分吧 一定要追啊 现在已经有人在怀疑了 大家记不记得大概七八月的时候 不是陆续出了好几件 集体食物中毒啊 拉肚子都干嘛的事情 都跟蛋有关 都是问题蛋 现在会不会都是这些蛋造成的 然后我们根本是冤枉那些商家 但是问题是这种东西没办法查证 因为都吃到肚子都排泄光了 你也很难去查证 这些店也都被开拔了 所以这些蛋是很恐怖的 我跟你讲我都在怀疑哦 是不是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 反正蛋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 食物中毒是什么东西造成很难证明 也很少人会去想到是蛋的问题 除非你直接闻到臭味 所以到最后反正蛋吃死人 他认为是别的东西弄死的 是店家不干净弄死的 等于全台湾的食品业者 都要帮农业部担这个锅 你想想看这多可怕 代价就是台湾人的性命 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